他们是X战警的新鲜血液 强大的后备军和接班人 这五名拥有超能力的少男少女 被关在一座神秘的研究所 他们各自拥有旁人无法企及的神奇力量 这就是就要跟大家聊的美国科幻片《新变种人》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不祥之夜 变种女孩月星所住的保留区遭到了袭击 在这场不明真相的袭击中 月星的老爸不幸遇难了 被吓破了胆的月星在逃跑的过程中 一不留神摔摸拳了 当他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躺在一间病房里 手腕上还被人戴了手铐 当他正四处瞎悬磨的时候 女医生出现在了门口 进屋之后女医生告诉月星 那天晚上一场五级龙卷风 袭击了月星所住的保留区 除了月星所有人都死了 月星之所以能成为唯一的幸存者 正是由于他是一个变种人 变种人的变异通常都发生在青春期 13岁之前 变种人所有的特征跟普通人没什么区别 之后随着年龄的增长 变种人的超能力就会慢慢的显露出来 而月星到底拥有什么样的超能力 目前还不清楚 这也正是女医生和她的上级 想要搞明白的一件事 女医生说这个机构 就是专门为月星这样的青少年变种人设立的 主要的目的就是帮助处在青春期的变种人 顺利的成长 以及如何安全的使用自己的超能力 什么时候这些年轻的变种人 没有了危险 什么时候才能出去 这个机构里除了月星之外 还有四位变种人 他们分别是狼独密克 太阳黑子和加冬炮 女医生的任务 就是给这帮孩子上大课 关心灵鸡汤 让他们成为有理想 有道德 有文化 有纪律的私有青年 但这帮孩子对女医生的大道理 显然是没什么兴趣 一个个蔫头大拉脑 跟没睡醒似的 即便是新人月星的加入 也没能让这帮人打起精神 不过狼独最终还是开口了 说13岁那年 他发现自己有超能力 于是便去找神父求助 当他在神父面前变身之后 神父把他胖揍了一顿 还说他是女巫 早晚的下地狱 随后 密克带着月星熟悉这里的环境 当月星发现这里没有围墙之后 便打算撒子撩 可他刚跑出没多远 就被女医生设置的能量场给拦住了 老爸的死 家园的被毁 让月星感到生无可恋 当他正打算自杀的时候 狼独小之一里 冻之一情把他给劝住了 从此两人成了好朋友了 加农炮似乎有一些自虐倾向 这哥们自要是一吃饱了撑着 就会利用超能力 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这加农炮的家境不是太好 为了挣钱养家 很早就辍学 跟着自己的老爸瞎狂妄没了 太阳黑子出身 巴西的豪门 妥妥的富二代 至于他的超能力是什么 没人知道 他到底因为什么原因来这里 也没人知道 晚上睡觉的时候 月星开始做噩梦了 负责监测的仪器 发现月星的零能指数不断的攀升 而与此同时 正在洗衣房的加农炮出现了幻觉 他透过洗衣机来到了矿井的下面 见到了他的老爸 这是他记忆中最黑暗 最恐惧的一幕 也是他最不愿意回忆的一幕 这密克一直看月星不顺眼 自要是有机会 就想尽一切办法拿月星开涮 这月星也是个暴脾气 两人一言不合就动起了手 为了搞清楚月星的超能力 到底是什么 密克不断的用语言刺激月星 幸亏女一生及时出现 不然月星可真的就够呛了 国有国法家有家归 这二位因为打架 都被关进了小黑屋了 现在来说说密克的心魔吧 由于他小时候 曾遭遇过消灭人的骚扰 因此这心理上留下了巨大的阴影 月星晚上做了一噩梦 而伴随着的是他的灵能的上升 但他的超能力到底是什么 仪器仍是没能搞明白 女医生说年幼的响尾蛇 比成年的响尾蛇更加的危险 因为他们还没有学会 控制自己毒液的分泌量 就像X战警的那些英雄 在最初的时候也捅过不少娄子 伤害过不少人 你们现在就像是年幼的响尾蛇 还不能完全控制自己的超能力 所以说必须要隔离和学习 晚上等女医生睡着之后 五个人开始用测谎仪 玩真心话的游戏 月星说在自己的小时候 恶魔熊就住在我们的心里 以我们的恐惧为时 在我们刚出生的时候 恶魔熊还很弱巧 但随着我们的长大 害怕的事情也会越来越多 恶魔熊也会越长越大 加农炮最不愿意想起 最恐惧的事情 就是跟着他老爸下矿井的那一幕 由于加农炮在井下 翻了幽闭恐惧声 因此一不留神爆发了超能力 轰隆一声就把矿井给炸 把他老爸和多名矿工埋在了井下 为此他无法原谅自己 整天活在自责和内疚之中 现在来说说太阳黑子的心理阴影 这哥们自要是一激动 浑身就会冒火 当初就是因为他把女朋友给烧死了 所以才来到了这 为了尽快搞清楚 月星的超能力到底是什么 女医生再次对月星进行了测试 在这次的测试中 月星意识到那天晚上 他和家人并不是被龙卷风袭击的 而是遭遇了一头恶魔熊 随着对月星测试的深入 密克遇到了自己最恐惧的笑面人 这些笑面人曾在他的童年里反复出现 像噩梦般驱之不散 狼独也见到了曾经殴打过他 最后被他干掉的邪恶神父 他们内心最恐惧的事情被唤醒了 原来月星的超能力是对别人的精神恐惧 他可以入侵到任何人的大脑中 唤醒对方记忆中最恐惧的事情 月星说实在不好意思啊姐们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实在是控制不住啊 针对月星的测试结果终于出来了 上级认为月星是个极度危险的人物 要求女医生立刻把月星销毁 以免夜长蒙多 原来这里并不是什么医院 而是埃塞克斯公司的一个培训基地 把这些新变种人弄到这的目的 就是为了给埃塞克斯公司培养杀手 由于月星的超能力过于强大 公司觉得无法控制 因此才决定将其除掉 而月星在接受测试的过程中 她的超能力也发现了一些埃塞克斯公司的秘密 她看到一些跟他们年龄相仿的变种人 在被迫做一些可怕的事情 一切准备救去之后 女医生打着测试的旗号 开始对月星下手了 意识到情况不妙的月星急忙大声的呼救 她的恐惧很快便把隐藏在密克内心深处的心魔给召唤出来 一大批笑面人出现了 一个个凝笑着准备把这帮人全都干掉 听到月星呼救的狼独顺着通风管道及时赶到了 上去就把女医生挠了个满脸花 这些笑面人虽然看着挺有杀伤力 但跟这些新变种人比起来还差得远呢 很快就被做得稀里哗啦 这也是这部影片被人吐槽的地方之一 反派实在是太弱了 由于狼独来得及时 月星最终捡了一条命 密克在女医生的办公室发现了埃塞克斯公司的秘密 知道了他们被弄到这儿的真正原因 目前的情势是 如果想逃出去 那就必须首先突破女医生设置的能量场 而关掉能量场的唯一办法就是把女医生给干掉 虽然女医生被狼独挠得身负中伤 但仍然不肯罢休啊 上去就把月星的人给扣在能量场里 女医生说你们都可以走 但月星必须被除掉 因为她的超能力太特殊了 她利用你们内心最深刻的恐惧 最阴暗的秘密 让你们重新经历那些至暗时刻 一遍又一遍 直到你们被折磨而死 眼瞅着月星越来越虚弱 可就在这个时候 月星唤醒了自己内心最大的恐惧 那头恶魔熊 恶魔熊很快就把女医生设置的能量场也破坏 然后闯进屋里 把女医生嚼巴嚼巴给压了 接下来是新变种人和恶魔熊的一场大战 首先出场的是密克 这姐们手里的那把大宝剑捂的是风雨不透啊 接着加农炮和太阳黑子也加入了战团 但是恶魔熊太强大了 几个人捆在一块也不是对手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赶快把月星叫醒 不然大家伙全都在玩玩 可此时的月星还困在自己的梦境中无法出来呢 在老爸的鼓励下 月星终于醒了过来 当他勇敢的面对不再恐惧的时候 恶魔熊自然也就烟消云散了 而这五位年轻人也在这个过程中 打开了心结得到了成长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经吧 此片节奏特别慢 故事讲的也稀烂 六个人物五个呆 只有密克还能看